EDU 2016的版本 使用一山銀行的Web ATM的 安裝錄影 首先 的網站裡面 你會發現說系統是 沒辦法自新的 那你當Web ATM元件 按一下之後呢 它會跳到另外告訴你Web ATM的安裝 其中請你點選有關Linus相關問題 他需要做的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的系統 當然現在系統Linus應該沒有問題 再來 要安裝讀卡機的驅動元件 還要安裝Firefox的擴充元件 所以 怎麼做 按照它步驟往下走 你可以 點選 圖形界面 但是還是建議用指令模式會比較快 第一個 你要安裝 這個套件 所以你就 先把它 切換成 最高級模式 貼上 我們的指令 在這邊 選擇 複製 因為我裝過了 所以它就沒有在裝 不然它會 需要你安裝 這個時候請你按Y 一行一行指令照貼 你欠缺 系統會把 你欠缺的 套件 一一的裝上去 這有四個 當然如果你要按照 一次 把所有的裝完也可以 你只要 輸入速度 Appleget 後面接 相關的套件 比方說這裡接 PCS C 件 這樣可以一次裝兩個套件 套件裝完了 你要啟動一下 是不是有這個 服務有沒有被啟動 這跟商業軟體 像你常常會看到 開機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 智慧卡程式 一樣 它是不是 有啟動 有它顯示OK 這表示 我們的 智慧卡服務已經啟動 然後再來是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 請你 我是 不一定要到 紅寶科技這邊下 買他的 只要你是 100PU的 讀卡機 他都支援Linux 當然你到 紅寶科技去下載驅動程式 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我們到 官網 到官網紅寶科技之後呢 你把它下載下來 我已經下載下來了 它是 2015 1192 所以這是 205 1192 這一個 所以我們按右鍵 再次 解壓說 這一個 然後這邊 有Linux的 這邊 有這裡面 找到 Driver 它裡面有Linux的密告訴你說 要做什麼事情 要自行 點 install 這支程式 所以我們就要去執行這一件 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去找 Driver 64位 這邊有install程式 建議你用 一樣用中斷機開 用最高權限 所以執行 點底下的 INSTALL 這支程式 輸入1 因為我裝過了 他會問我要不要蓋掉 這支手外 他就告訴你 請你重新啟動 安裝好了 請你重新啟動你的系統 這時候你的系統就會認識 這個 Web ATM 這個 設備 這樣子 驅動程式裝好了以後 記住要記得 重新啟動你的電腦 那我這邊為了錄影方表 我就不重新啟動 那再回來這裡 剩下火服的擴充套件 火服的擴充套件在哪裡呢 那是相關問題 那你看一下火服的擴充套件有沒有裝 你可以打這個 那沒有的話 你必須去下載他的 火服的擴充套件 第六個安裝火服的擴充套件 第六個安裝火服的擴充套件 這怎麼辦 你不要這樣點下去 這樣點下去他告訴你 你即使是允許 他都不不讓你裝 那怎麼辦 那就請你 記得 這裡的時候 按右鍵 連結 另存新檔 你把這個 我們 下載在 下載裡面去 下載裡面去之後呢 在下載裡面 我們會看到我們剛才下載的 XPI程式 這一個 XPI XPI 按右鍵 再次解壓縮 是讓他裡面只有一個 plot in 這一支 最重要 建議你 還是 是 使用 教大家用圖形界面 記得要用 總管 的身份瀏覽 個人是習慣指令 那如果真的要圖形界面 因為你都必須要有管理者身份 你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把這個檔怎麼樣 複製起來 到哪裏 電腦裏面 User Share Mojiza 火鍋是在Mojiza 然後 Extend User Library Mojiza Plugin User Library Mojiza Plugin 這裡面 你把它貼上 這樣子就 Web ATM的 擴充元件就裝完了 好 裝完了我們就再來看一次 火鍋要關掉重開 我們再執行一次 Web ATM 好 這時候他就不會告訴你什麼沒裝完 他告訴你請你插上圖卡 圖卡機 好 我們把杜卡機插上重新整理一下 頁面 就看到馬上有這個 那這裡 影片 正常的操作 好 輸入好你的密碼 按下 好這樣我們就看到 我們正常的網站進入 就可以進行網路 ATM 的交易 交易